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頻道 見到我這麼久沒有出講關於移民的影片 因為廢寢忘餐,所以想著玩那個音樂頻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下面回到我之前的影片去看 我都蠻有心機做的 因為那個錄的時間比我更長 今天想嘗試回答一些讀者的問題 還有讀一些內訊 做一做蕭生 還有這次大家聽到 新的背景音樂 以前有些人說眼睡 這個更眼睡 想讓大家聽聽聽 最好就是插著耳筒 聽我說話,然後睡覺就非常好 不過話說,買廣告 那個音樂節目其實夜睡覺是很好 我播這些歌不會太吵 還有一些經典的香港 或者是愛國的狗歌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我裡面也會說一些感想 還沒說讀信和答問題之前 我前幾天去了Nottingham 去參與一個活動 看到很多香港人在這裡,很感動 而有些外國人走過 其實都動你的手指 或者有些人都走來問我們 究竟發生什麼事 而這班香港人 其實很秩序地 做回自己大會要他們做的事 就是整立 也不要騷擾別人 說起騷擾 其中有一位發言的我朋友 他說 盡量我們來到就要融入地方 要告訴英國人 我們除了不拿別人的利益之外 我們都會做一些 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英國人 應該要守的法例 所以我就在想起一件事 就是 我其實看到坊間很多人 蘋果日報也好 都在悔人悔道 就叫人來炒樓 買樓收租 我經常有個譬如 等於廁所的廁紙 你是可以 法例上沒有規定 沒有說你拿了廁紙是不對的 你是可以的 但是不道德 又或者 車禍市場 裡面突然有些災難性 像之前那樣 武漢流感 武漢肺炎 那些紙巾 例如100包 100盒 你要全100盒 沒有啊 沒有犯法的 英國政府絕對給的 你一定有些人反駁我的話 喂 自由市場 你理得我啊 對 你說得對的 不過你看看我會有什麼觀感 見到就是一群黃種人 掃了我們的東西 黃蟲 那我想問 你和江蘇啊 武漢啊 福建大巴 有何分別呢 不要跟我在那裡說 另外 當然 我有些朋友 以前和我討論過 即是純討論問題 大家爭論 面龍耳尺 當時我答不到 現在我答他了 當然我不是真的惡意 我也想用一個道理和邏輯去回覆他 他說 如果一個窮人買不到 或者租不起一些大樓的話 有人可以將房租之後 就鑑細了他的劏房 那他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如果你租回租值 不是成幾倍 或者一個很大的percent 沒有問題 那你說得沒錯 你真的正在解決社會的問題 你都幫政府解決問題 但你不是嘛 你是徒利嘛 是嗎 徒利 那你就不要說到那麼 那麼堂而皇之 OK 所以我也呼籲 一些真的有名有姓的人 或者一些報紙 媒體 真是尊重一下 別人的外國人 就是別人寧靜的生活 就是你搞到別人 就是我們這班 就是我們這班 真是靠雙手掩飾的人 來到這裏 如果被你這班這樣的害群資賣 搞到我們 全個族群都被你搞臭了 喂 不過這樣啊 你有功啊 你搞了其他黃皮膚的人 不過這樣 地產這些東西很透明的 那些agents就會跟那些 裝修工人說 又是香港人來買 又是香港人來買 然後裝修工人就跟他們說 香港人香港人在這裏炒貴了 別人的樓 買了別人的資源 就等於買那些奶粉 你不是說不可以買 可以買這裏還可以買的 你買一百罐都可以的 不過別人會怎樣看你 拜託啊 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 有價值的人 如果有人 你覺得我說這句話 歡迎你去VV或者去Gmail 用道理邏輯說服我 告訴我 炒樓和大批拿了別人的資源 你是對的 你說你的正面 我很想聽 這麼多年我得不到答案 所有的答案都是鬧劇 另外 先說一些怒氣 有些網友 之前我youtube還可以留言 那個年代 最近都忘記了山花留言 他們還留言給我 有一個阿淑說 你說移民就移民吧 不要批評政府 老實實 我們都被你說到這裡 你以為我是真的 這麼討厭香港嗎 我不討厭香港的 我一點也不討厭香港 我很喜歡香港的 我是討厭某些族群 某些穿著制服打人的人 而我也討厭支持這些制服團體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要的就是公道公平公義 OK 每個人發聲 有言論發聲的自由 不可以因為你是某個立場 他不拘捕你 我要人人平等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香港給我嗎 你都逼得我走了 我連說兩句都不行 是不是惡得這麼厲害 如果你真的這麼支持政府 我也都歡迎你 VV或者Gmail我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支持政府 你告訴我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政府 OK 現在香港的大台 TVB 已經沒有批評政府了 連我們這些聲音 幾千人訂閱的話 都不行 首先多謝大家 從兩個月前 兩三百人到現在四千多人 我都很感激大家 但我與此同時 也不希望大家發得太大出去 因為始終我都是想 你覺得你朋友想要你才好分享 真的求求大家不要扔大區 留在我們自己圍牢 自己有些真朋友給他 另外還有一些新的 都可以說 不要分享 分享給你朋友 真的很close的朋友 就算了 另外如果想罵我 麻煩你 拿一點點誠意 去mev 或者去Gmail 因為門檻太低了 我不想 我不想你們罵我 那些人 好像香港那些 那些仆街建制 他們很廉價 口說是愛國 但是全家人都是愛國人 好了 現在打那個科興 疫苗 死四件 看看你打不打 不要只把口說 一起去打 其實那四個是受害者 就是這樣說 我們也祝他們好走 但是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香港的原因 以前香港不是因為你的立場 現在不是嘛 一定要立場先走 所以連打疫苗的東西 你都要立場先走 不是看科學證據的 我很記得以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如果有的話不要緊 我再說一次 今天興起 我很記得有一個大陸的中樂團的成員 他來香港新移民來的 他想考演藝學院其中一個 就是入香港中樂團那裡 於是他進去 考試官叫他進入房間 然後那些考官就在外面 看不到樣子 他想不想的 後來出來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不想知道你是誰 我就是想純粹聽你的音樂 可以嗎? 他聽完之後很感動 待會有位讀者 即是網友 他發了一封信 很感動 其實就像這個案子 等一下再說 好嗎? 另外 我有很多問題 我未必答得完 如果 尤其是一些關於移民很細節的事情 其實其他網友的YouTuber 他們答得很好 很詳細 其實我不夠資訊的 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 實實在在做過 我才敢回答你 他們很努力地 其他YouTuber 他們不是沒做過 而是他們會再找到網友 找到很多資料 另外 今天我準備了一個Google Drive 裡面的一個Google Form 以及一個Excel 即是Google Sheet 的Special Sheet 給大家 Special Sheet 其實是一些很有用的資料 有關運輸 等等我去到那裡再跟大家說 現在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開始讀信 因為我也很期待 正式去讀信和解答問題那裡 有位叫X 我看看他 蕭先生你好 sorry 不是 他沒有說 我現在搞去英國的事情 真是窮L走爛 只有60萬左右 其實想問關於買琴 想知道英國買琴大約多少錢 可以怎麼找 我帶他談了20年 他跟我一起十幾年都沒有什麼好日子 不要開玩笑 很幸福 如果去到英國 不能彈琴我會令他很痛苦 已經問了 船運價錢 想了解多些計算數 感謝 首先回答你的問題 這位愛妻浩先生 我覺得很感人 你老婆也有聽過這個節目 他真的很疼你 他專門這樣問 所以我做破天荒 就幫他找了一些資料 買琴通常買兩種 很簡單 一個就是選擇二手琴 一個新琴 如果新琴的話 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有什麼選擇 我比較極端 兩個 要不我自己買了這個 就是數碼鋼琴 其實我從來都有一個理念 就是覺得我們人類不應該遷就過琴 很多人都說 我的琴如果不是鋼琴的話 當然我不是鋼琴家 但以前有些事情都不合邏輯 譬如說我如果考琴的話 我不用真鋼琴的話 我考不到 我覺得很奇怪了 你考琴也不是用 你平時家裡學的那個 那你怎樣 那你是不是要 每次都要用 去學那個琴去排給他考 而且你沒有理由要人去就琴 不是 要琴去就人 當然是人去就琴 你沒有理由 要這樣說 車的話只可以開一種 一架不可以開其他 當然不是啦 人是要適應的 所以我覺得 再者就說 你太太已經是娛樂級的 這些很方便 還有好處呢 就去到Pack and Play 還可以戴著的耳筒 還可以插咪 這個呢 可以插咪 我買的Package 大概好像八百多磅 有咪 有咪 有琴燈 你自己上網找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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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如果你想試聲的話 麻煩去通理 香港通理 香港通理 我也是這樣做 香港通理 試好了 其實主要 如果數碼鋼琴的話 我覺得有兩隻牌子 買得過 一個就是Roland 一個就是這個 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看 那 那 那 還有 你要記住 如果買真鋼琴呢 因為英國 你真的要找人的調音 相對是貴的 而在這些的話 就不需要調 買回來就用得 即是如果有威風和省位的話 這個相當好 還有 晚上戴著耳筒 插著咪 自彈自唱 爽 好了 另外一個 就說人一輩子一輩子 來到的當然是 玩得盡 其實這個 我也是上網打 Second Hand Piano UK 它都出來了 那 你也可以看 如果有些夠大的二手琴行 它是全國送的 那 你自己檢查 因為 細節 我當然是建議你 來到 當然是去盡點 地方有了 如果你是租 一些 不是租屋 而是租 或者買一些 什麼叫 semi-detached 或者detached 那類 那類 你不需要拆牆 那類 通常後門 都會有一個摺得起來的玻璃門 如果沒有的話 再想 還有四腳都可以拆 就是說 人一輩子一輩子 當然是買過三角琴 你想一下 幻想一下 我很喜歡帶人入夢境 你嘗試幻想一下你老婆在彈琴 你拿著Martini 穿著白西裝站在旁邊 唱老春風 整個國產007 大月頂帽 真的 人生 要多些不同的嘗試 好嗎 我給你一點點意見 但當然 因為 其實運輸 挺貴的 而且船運這麼久 鹹氣 過到來之後 運費又貴 這裡我看到買二手 普通不是三角琴 普通直身琴 那些 都是三兩萬港幣 到四萬港幣 當然視乎你要什麼質素 我看到Petrov Kawai Yamaha 為主 因為其他我都不認識 因為我不是很熟悉這些東西 但我不敢亂說 大約我會給你一個概念 我當然喜歡數碼鋼琴 我自己就買了一個白色的 我覺得很有型 我覺得 折的那些經常都會彈 很好玩 另外 財力證明 一吉四口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足夠生活費 他沒有說多少 你最好看回其他的 正如我所說 看回其他的Youtuber 他說得很好 我不是說得不好 另外 你建議怎麼匯過來 那其實呢 那我在那裡 那裡其實有一些 可以教你的 radial bank 在那裡 有一個影片 以為 為 tablast 是可以將這些錢回過 這這是 Para Partners 這附近 他ジェ� 教你如何將這些錢經轉移 其實我剛才看到你的銀碼 其實都20萬左右 第一批20萬左右 你可以來到這裡才做轉錢 不急的 不需要開國際銀碼 當然要收手續費 我沒有記錯好像200元左右一次 我就50萬元一次 你四次就完成了 1000元左右就過來 另外也可以TT 如果裡面有人的話就先TT 我自己的方法就55萬這樣做 因為我不是太多窮的 如果見你20萬可以這樣做 這位朋友回答了 下一位 這個其實他沒有叫我講出來 不過我就說他回答得很好 在我的音樂節目 我有提過一些朋友 因為大家誤會 而見不回 他回答得很好 所以我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首先他叫我去找一個老朋友 如果他不是藍絲的話 如果他不認識的話 他說我也是一個 是F1至F5的人生第一個老朋友 因為小事而沒有聯絡 後來過了十幾年之後 再一起玩 怎料早幾年 不幸運 CAMSER走了 只有50多歲 所以真的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只顧著老婆和子女 還有女朋友 我沒有那麼厲害了 朋友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特意拿出來給大家聽 因為這個網友說得很好 我也很認同他這樣說 不過我試試一下吧 因為其實我臨過來之前 我們有跟他說過我過來的 不過他很冷淡的 你不就走吧 諸如此類 希望時間衷探一切 這位呢 他除了有些事情問我之外 他也有些事情說的 梅宇忠看到你的Youtuber 對著正面 給了不少資料 鼓勵評審相逢 很感恩有這個機緣 OK 其實我說真的 這個真的 我不是嗜讀你 而是說 我也希望鼓勵到一群未決心的 快點過來 因為其實這道則不是你們想像中 就是之前說的 哎呀 好冷的 炸車好煩的 那些鬼佬做二等公民的 全部沒有 完全是一些 仆佳任家產 他們想這樣叫你們不要來 你猜他真的是care你嗎 他care你錢而已 想來不要拿走那些錢而已 你不要做我偏要做 接著就說 移民者的想法一直在我 不老海中打轉 但是往往不能決定 後來主要是有兩個因素 就是老人家在香港 但他們肯定不會來香港 以及經濟及穩功問題 再加上人心路不迫 熟 擔心 人離鄉戰 在這裏我少少的人離鄉戰這件事 其實現在你問我 我就覺得 反而你可以反過來想 來到這裏你是重頭生活 先不說人離鄉戰這句話怎麼來 但是你說現在英國政府對我們剛剛也都說了 說會對一些真的很窮困的香港人豁免是可以給你福利 那你還想怎樣呢 一點都不賤 而且你過了六年之後你是有得投票 香港人豁免是可以投票的 香港人豁免是可以投票的 有 民建聯 工聯會 還有那個紫荊黨給你選擇 再扔過鄧家彪或者文玫瑰 那個叫什麼 李子敬 你投不投 你投得下 還有 剛剛我聽到那個 以前的民主黨 敵志願 我忘記了 我年有時 這裏真的我覺得很好 我年有時是跟父母從國內移民到香港 那段時間真是需要 給一般人 多十倍努力 從零到有 日子不好過 但是我們感激來到香港 受教育 有信仰 令到自己有獨立思考 和判斷能力 這是雨傘後 才明白到原來香港生活 得到的最可貴的東西 但現在自由被蠶食 人性也被扭曲 我覺得這段是整篇文的重點 我覺得寫得很好 我很感恩 所以我都 更加會努力地 如果你們有什麼要幫忙的話 儘管出聲 因為大家都是真香港人 OK 在這裏 其實 不理你是從哪裏來 其實如果你是 相信 剛才他所說的 有信仰 而不是說 好像某些國家 是拜錢的 那些國家 我曾經在 在某個大城市 上X 那裏 就有一個花公園 看見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他裏面有些人 有些人的父母 就拿一些 子女的一些履歷 你出事做什麼呢 然後徵婚 但是他說的 不是說人品 他要求對方 要住第幾環 多少錢 也都 銷自己 都不是銷自己的人品 輕輕拉過 五官端正 全部流於一些表面的東西 和形意下的東西 他形意上的東西 就是關於你的信仰 你的理念 做人 你是不是要說誠實 諸如此類 都不說的 純粹從你的金錢 出發 所以 其實呢 我又說一句 如果真的有子女的 來 你看看這位朋友 他從大陸來 已經受過一次苦 現在如果真的來英國的話 就是要再犧牲 這些 需要習慣 雖然我都常常很樂觀 告訴大家 來到這裏很快習慣 但是真的 都要付出 OK 雖然 說真的 我是零習慣的 來到這裏 因為 從來我都是 漢奸走狂賣國賊 都是喜歡西方文化的 所以我來到這裏 真的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你自己都是這樣的人的話 就真的不要再想太多了 OK 另外他也說到有父母 老人家 我覺得 這是一個因素 亦都這樣說回 你可以說服一下他 其實來到這裏 去一些多屋 同人的地方 其實都有一些老人院 教會 其實有些教會 好多一些 起碼六七十歲的人 在那裏 因為他們都 沒什麼好做 所以也有中介信仰 可以試試去教會 其實在香港 老實實 我媽都要去教會 都沒什麼人陪到他 其實是一樣的 OK 老人家年紀異高了 有些毛病 真理想擔心 如果他們去到那裏 哪裏照顧 我們這隻子女在意向 不能照顧他 所以就說 OK 帶他過來 其實我上一集都說了 其實這裏有些 那裏的服務 Council 是會幫你的 OK 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你給了那個 NHS的 OK 因為你肯給錢的話 就是一個 Citizen 尹剛當然沒有要求 可以找回現在的收入 也不是太介意放下身段 非常好 當然 這也需要有心理的突破 多謝你的Youtube資訊 我也想是否可以在這半年之內 盡量在香港學習一套技能 或者可以幫到英國的生活 但也肯想你能吸一套寶貴 不是 只知道沒有寶貴 等我能有些預警 準備 OK 講到學習了 不用說那麼多 你知道我一定叫你做學什麼的 其實我這裏就發覺 這裏如果是一些食物人手的東西 即是機械取代不了的話 全世界都是 英國更加 其實英國已經很電子化 很電腦化 所以我就一定說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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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你要寫網頁都會寫 OK 起碼公司叫你寫的話 就算你用Excel 你也要寫Mac Code 你不要只用Excel 拿它本身的試算表 即是那些這樣的算式 你要做一些你自己懂得寫的東西 你拿一個亮麗的試算表給別人看 有Mac Code的話 到你見功那天 你對給他見功的主任看 看看 Take a look This is Mac Code With Calculation 即是Automatic Calculate 某些東西 別人看了 Wow This is amazing 可能他都沒見過 其實真的 外國人 不一定比我們想像中那麼厲害 好像我有一集都說 藍絲你不要來 那一集 某些國家的報紙說 香港人有什麼優勢 他就沒有優勢 你肯學的話 你就有優勢 他們因為靠關係拿 賺錢的嘛 所以他就不用技能 是不是 但我們不是嗎 我們在 這個自由社會 我們需要技能 好了 下面有些問題 他就說 居住邊區的出發點 以做運率就業 還是子女的學校 OK 這裏我做了少少功課 那我就在那個 Spatch 上有一個 一些治安的 連結 你可以來這裏看 也有些 軟水機 有齊了這些數字 即是有用的東西 那你自己上去 看一些連結 有些在Youtube 是別人教 怎樣做 例如是保險 很多不同的細節 我有講 OK 另外 選擇學校 那我老實實 他都問我 其實都問我了 這個真的要 我很難給你一個答案 因為 你選擇哪裏 這個跟你的預算有關 OK 如果你說我 大把水的 那當然是住倫敦 或者住 Reading 住 Campridge 我大打水的那些地方 鬼沒問題 沒問題 對不對 但是我這樣說 不是嘛 大家都是窮 來的 來這裡的話 你問我為什麼選擇 Vanchester 就是因為 這裏相對 全國來說 比較便宜 我本來 選擇 Liverpool Liverpool 但是 家人就說 好像不是那麼好 沒有那麼多唐人 結果 他們想要唐人 就被我 否決了 所以現在我搬去一些 山卡納 沒有那麼遠的 雷公 一個星期都看不到 黃皮膚都看不到 其實你問我 那些外國人有沒有對我們 特別另眼相看 告訴你 別人是個大熔爐來的 我這裏雖然沒有黃皮膚 但是這裏有很多 亞裔 甚至乎有些是中東裔的人 我告訴你 別人見慣了 不是某些報紙 像這樣 一輩子都沒搭過飛機 即是出國 他們回到自己的 族國的東西多 另外 就在英國 買屋 租屋 很濃壞處 這些 House Terrace Flat 有什麼好壞 其實 就去看預算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水的話 就買House Semi Detached 就是一般 跟別人分享 另外 如果House 就是detached 就自己 就看你有沒有錢 另外Terrace 就相對 就比較 是 跟別人 就是立牌屋 相對來說是便宜的 我建議如果真的窮得很重要的話 開頭可以租或者住 買在那裏 另外 為什麼要租和買呢 就是有分別呢 我當然是建議租先 因為其實租了之後 你慢慢感受了 那個地方 是不是只有你去買 我告訴你 這裏的樓 我看不到 我先戴頭盔 我看不到 真的升得很重要 起碼我自己身體力限 我不會我買了樓 叫你不要賣 OK 我不是那麽混蛋的人 我不是那些國家 叫你愛國 跟著自己移民 我不是那些人 OK 我沒有叫你愛國 所以我可以移民 所以我 都未買樓的 我暫時都可以看好一點 我覺得那個地方 我要看很多元素 例如說 因為我沒有上班 憂慮 因為我都是網上上班 我哪裏都可以 我總要那裏上網 我也是 看 那個小孩讀書 還有 如果他改變大學的話 究竟 我要怎樣呢 這個策略是 遷就他 還是 叫他自己去那裏租 還是怎樣呢 那這些很多因素 我真的個個不同 至於你問到House Terence 或者Frat Frat 老實實 我自己 因為住了 一半世人 都是住 就是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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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住房屋 都住過在村屋 所以其實很喜歡村屋 那種 門口的花園 今天我才是 你現在看照片 我在某間超級市場 買了一套 傘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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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磅 我那天 跟小孩在外面吃早餐 在外面 不知多開心 如果天氣沒那麼冷的話 這張桌子 我們的用途更多 所以如果是fax 就真的用不了 我們叫的apartment 就行了 好了 另外 他問了 有什麼 租屋的 Agent 月楊 找月楊的Agent 我其實不是很建議的 如果你想找人看房屋的話 我也沒什麼介紹 因為整個英國很大 我介紹不了那麼多 也不知道你在哪個區 所以我都覺得 其實不需要的 也都看回我第一條的 Videos 我第一條的Videos 有說過 就是 租了十幾天 然後 立即找房屋 不行的話 Airbnb 再延續 不要心急 租房屋 真的不要買 因為很多人 在月楊買樓 來到這裏 很後悔 我自己身邊 不過我身邊有些人 成功地來到這裏 買了樓 給了訂 現在已經收了樓 成功了 還要買到一些筍東西 我看到真的很生氣 所以 不急的 來到這裏 反正 還有 隔山馬油 有很多東西 你做不到 人家有很多電話來往 你是溝通不了 想飛線的話 可能是時差的問題 真的不用怕 英國 都叫做大把樓 我剛才說 人家叫人不要炒樓 那你就這樣說 而是說 觀感問題 我不是說價錢 要說真的 難道你真的炒得起 那班十九友 難道真的炒得起 英國的地產嗎 除非你 李嘉誠 那樣大手數 他也掃不到 英國那麼大 而是說觀感問題 OK 下一個問題 當然了 所以說 我這裏也有一個 我已經講到的 就是說 那個House 那裏 有一裏 有些中介 Ride Move 最近去Ride Move 好像相信了 給他一些評價 另外 那個是 Super 另外 那個 叫做什麼呢 檢查那個Postcode Map 你可以檢查 究竟你是哪裏 其實都是 你先找了 你想要關心的東西 如果你兒子大女兒大 你純粹找一個地方 是好住的 用回我前 60萬 那條片 和第一條片 我都有講 你怎樣 離遠用Google Map 大約看了內容 其實這個方法 不是只有一個用的 我看到其他YouTuber 都有用的 OK 好 回到這裏 另外工作方面 找工作有什麼網站可以介紹 如果是外賣的話 一日結算 是多少呢 其實我記得 有一個YouTuber 說過的 你自己上YouTube 打 送外賣 這幾個字 香港人 BNO 諸如此類的keyword 會找到的 我看到那位歌仔 拿著Benz送的 很有趣 那位哥哥仔 你儘管看看 另外 我也有一個關於job 找工作網站 這個 OK 那你自己在那裏 看看相關的東西 那我會放下的 另外 如果是搞飲食的 搞網店和實地店 主要考慮是什麼呢 老老實實 如果是網店的話 你需要做很多 Digital marketing 你要讓你的Target Client 知道你有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利用社交媒體 來 IG Youtube 其實Youtube是一個平台 你可以做一些 Editorial 我以前有個拍檔 說得很對的 你要別人幫襯你做生意 首先 你要教別人 OK 即是等於先吃虧了 所以 我看到一些 年輕人說 你什麼 吸血鬼 當然叫人家吃虧了 當然不是 虧虧 是好處的第一步 OK 相信我 要不然 經常怕別人 會騙你 當然 一定有限制 不可以說永遠無止境地虧虧 你自己決定 我不教你怎麼拿捏 糖水泡 其實你問我 上一集 六十萬的人都有人提過 我就說 其實台式飲品 其實有點飽和 OK 這個你自己執生 我也是那句 不熟不做 其實 我自己 經常在想 賣幾樣特色的東西 例如 做好的光炒和假設 或者星洲炒米 再加個雞蛋仔 再加個奶茶 加個鴛鴦 一些很特別 別人沒有的東西 做好它 要試喝到一百次 覺得 任何人不來喝 最大供應數 都覺得你的產品好 搞定 OK 千萬不要 就真是 隨隨隨隨 我真的發覺很多人 很隨隨的 東西出來 真的很差 OK 另外 通常收費多少 自己看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上一集 六十萬那個 我也有說過 奶茶 就兩個 八一杯 兩個八磅一杯 你自己再計算一下 三十元一杯 美甲店 我也沒有這方面資料 因為那天 封閉了 其實有個人也問過 關於這些 我上網也找過 我去現場 我踏下去 踏單車去看 很多都沒有價錢牌 所以這個幫不了 OK 我相信 多少次 六十三 這個 好了 另外 他就問我 Gramural School State School 和Private School 老實實 我自己那一件 是讀Private的 大約比例子 大約15000磅 112 一個學期 OK 整個學期 不是一個小 一年 一年 15000磅 不錯的 這裏當地人 有些住了這裏 幾十年多 一位香港女士 Sorry 香港女士都說 這間是好的 有興趣的 我不想賣廣告 去MeV PM我 我告訴你 他有個 我也是驚喜香港agent 我給你香港agent 他會安排你自己考試 那 你說一句吧 不是廣告來的 我純粹推介 甚至乎有些人問我 OK 運輸 海運那些 我這裏都有一個 介紹的 Transportation 那裏 下面有一個人 運輸到哪裏 OK 我也是純粹介紹 因為他幫我運輸的東西 來這裡 我自己滿意的 因為 也是on time 價錢 說了那麼多 沒有加我錢 OK 如果他加你錢的話 你告訴我 我就隨他命 OK 因為我跟他沒有stake to 我沒有跟他沒有stake任何關係 OK 純粹是甚麼 純粹是甚麼 另外 Grammar School 其實Grammar School 就等下看你讀得好不好 我 我也建議 如果你說我不是讀Private School 來到英國就想 enjoy free education 那為甚麼我要讀Private School 因為我很趕 第二就是 其實小朋友都大了 大到只讀了一兩年 其實已經enjoy不到18歲的 benefit 不如就算了 讀Private School Private School的資源比較多 如果他追不到的話 他現在的老師 我上個星期 跟他通了一個 半個小時的電話 OK 很詳細說回每件事 還有別人的教育 真的沒得受 他 叫我 那個小朋友 要多一點individual critical thinking individual 這個字 香港已經不能說了 叫他 盡量 跳躍色思維 想多些不同的事 看多些新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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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其實就是說 要 think outside the box 這些字 經常出現的 還有叫他們 禮拜六 試一下 找半天 不介意的話 找一些義工做一下 第一 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一是說可以 等他 未做事之前 例如說 你想做 醫生的話 假設 你就去醫院做 做義工 你發覺是否真的早點知道 喂 我不是真的喜歡這些東西 原來看到有屎又尿又血又成 我受不了 不做了 那就早點知道 不要讀到一半 第二 你可以融入社區 認識多些人 和練好自己的英文 OK 這些就是我們讀private school 因為我沒有讀 public school 就是state school的經驗 所以我給不到你 但是如果不是 我真的不想浪費這些錢 我小時候還小 有時間要讀 我都建議來這裡 不要緊 任何一間 不要 太差 其實我這裡 是education school sorry 這裡有排行榜 這個排行榜 那麼久 你就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有不同顏色 好像深綠色是最好的 那你不需要的 你可以選擇黃色 或者淺綠色 頂著先 讀讀一下 就去回好了 其實你想一下 反過來 香港 很多大陸的 新移民來到 一來不會立刻讀 DGS DBS 也不可能讀 恒生生學語 以前人很厲害 類似名校 那些 你不會一來就讀那些 你可能開來讀 讀的 相對 沒有那麼高 不要緊 慢慢讀 就慢慢升級 是不是 你都想一下 沒可能你一來就要 當然啦 如果你讀到好的學校 當然是好 你只要apply 所以你選擇區 都很重要 你住的地方 近不近那間好學校 你都 有些網站 我記得 有些education 你看看YouTuber 那裡說 那個學校 現在是否已經 available 還有沒有 available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選擇 男校還是女校 你自己決定 我真的不知道要教你 另外 考車 香港考好還是這裡考好呢 如果你真的來到要立即使用的話 還有要看看你何時來 如果香港我所知 排輯都好像要9個月 如果你有9個月時間的話 就先考吧 因為你一來到就可以開了 OK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喔 我立即來 那不好了 在這裡才考 那你可以其實 香港 學定先 我有少少提示給你的 我自己也是 我考 以前考船 或者考電單車 考車也好 考車的時候就沒有啦 電單車也沒有 考船我就是 怎樣呢 我是看 Youtube上 狂看 別人怎樣駕 然後幻想到我自己駕的時候 會怎樣 其實我玩snowber 我都是的 我不怕認屎認屁了 我基本上一落到snowber 我基本上都好像懂得玩那樣的 因為其實呢 我在Youtube上 看了很久 我幻想自己 如果我要玩我會怎樣 我就是常常提倡的my practice 到你一落場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 腦子裡面 很自然地 喔 你要動作這樣做 其實那次教練都問我 你是不是學過的之前 我說不是 我真的上網看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學車的話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女士會踩錯油門 所以你 要看多一點 然後幻想想 如果我自己駕 我看到外國很多 有些網站 那時候我在美國 都想考牌 因為都要再考牌 都要重溫 它都有寫 有些Youtube上 都說考牌怎樣的 你自己上網 打回一些相關的keyword Youtube大把這些片 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考車要怎樣做 來到的話會快很多 另外 如果你來到這裡學的 如果在萬城區的話 我有一個香港人的師傅 你要有需要的話 就寫我 好了 買車本哪裏買呢 其實呢 我都想 去一些區那裏 看見有些人買車 其實 很多都會上網買的 因為呢 其實跟那個Super 或者Ridemove 都一樣 我就用這個 Octotrailer 基本上都看 其實呢 它來到 跟你 真的在網路看見 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 我都幾 呃 所以都 先回答你 這個 實體店的話 就有好處 就是會貴一些的 例如說 你要回豐田買 我自己有一輛車 在豐田買的 買了二手豐田車 那就 OK的 真的OK的 而且因為你看到的實物 你可以來到這裡才買 很快就可以買到 好了 那另外一位網友 讀訊的 純粹分享一下 你好 今年第一次聽到你的網 十分認同你的看法 並且大家都是60歲的人 很相接近 所以希望跟你交朋友 當然沒問題 現在因為家庭問題 需要留港 而我亦沒有 迫切要移民英國 因為我早年以英國留學 早已入籍 真是好 雖然已婚 但不會有小朋友 你沒有小朋友 應該盡快離開香港 所以你的決定是明智的 多謝你 所以 香港未走的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 快點來了 近期我收看到很多有關 走爛 英國的Youtube分享 我整篇 我覺得真的很認同 這個說法 不要介意我用走爛 因為今天 不說得是移民了 沒錯 其實很多人還會說 我媽媽怎樣 我爸爸怎樣 老人家怎樣 沒有錢 說真的 現在真是走爛 到真是走爛的話 我問你 你會不會 care 我又講了 我家族家族的走爛故事 我上一代 我爺 在廣州 是一個超級有錢人 是一個二世祖 非常有錢 開銀行 但是因為 逃避 某些政黨 下來香港 走爛 他連地契 什麼都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一見到那些 死得 那你應該知道的 知道什麼是三反反 你聽過鬥地主沒有 所以 藝康所說 千萬不要玩鬥地主 其實鬥地主 就等於 不如有一個遊戲叫做 猶太毒氣失禮 所以 鬥地主這些很低級的民族才會玩 千萬不要玩 有什麼的話 你看回藝康 他有說的 可能你會問我為什麼關心的事 相信是因為個人本身超喜歡英國生活 因未能回英所以藉此懷免下 亦希望看到你不能去英國能維持 慢慢適應當地生活 在社交平台 YouTube分享 看到很多人擔心英國天氣 找工作 而卻步 但其實英國天氣已比80年代 我在英國的時期好得多 因為全球暖化關係 陰天與天的情況 狀況以大大減少 記得第一年到英國 夏天只有不足一個月 全年的都是天音 雨天 直到90年 美代 天氣開始轉變 天氣嫌疑得佔多 當然 寒冷冬天及雨天仍然有 但我覺得天氣有多點變化 財壤仍然有更多感受 絕對認同 絕對認同 你想想 人生怎麼可能是平鋪一張紙 近日 新漢見 深知意向人生路不熟的情況 只希望 幫得多 得多 所以亦希望透過通訊結識一些相同路人 希望新一代港人 未來再應能守望相處 多謝 雖然我並不認同舊時代的華人社區 正如你所說 新一代人必須融入當地社會 但新一代人亦需要加緊聯繫 互相照顧的幫助 非常正面 看到你提及 喜歡接觸新事物 遇者點與我相近 而你的興趣 和我差不多 例如說說 音樂 風帆 風帆 都一樣 英國表面上 什麼運動都沒有 不是 但其實有很多種類型 有些在香港 更難學到接觸到 在此 我希望向你介紹一下 首先一定要介紹你的騎馬 英國很多地方有騎士學校 沒錯 其實我家對面就已經有騎 騎很多馬 還有可以給你 我想應該有些學校騎 但我暫時沒有興趣 而我有一次 另外 在Lis那裏 我走去一些很鄉家的地方 看樓 我都看到 那裏有些人是 有些馬 走走走走 應該都是被人騎士學校來的 OK 特別是小朋友 OK 大小 有大有小 當年價格亦不算昂貴 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應該都不會貴的 因為這裏不是香港那麼瘋 升得那麼瘋 但總之就是值得一試和正式學習 特別是小朋友 沒錯 因為學 讓他們學到愛護 以及尊重動物 這位朋友 真是一個世界公民 謝謝你 台外說 Doncasa 你之前去過的地方 有一個很有名的賽馬場 每年都有一個大賽 不過記得 在英國不要沉迷賭博 看看有沒有人 沒有放 當然 這個我從來都是 看球都是 只看不到 如果喜歡玩船 英國其實很多湖都可以玩 知道 另外英國有很多地方有賽車場 有興趣可以參加 我這個就是 但是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 還有英國玩車 真的玩車 即是買車的話 是便宜的 例如好像 Yaris 現在很流行的 GR 那一輛超級賽車 越野那輛 香港買六七十萬才撕回來 現在這裏我應該看到 不知道是否不同款 應該是一樣的 三十兩萬港幣 OK 很多英國 F1賽車手都是 小地區賽車出身 你也說過 來英國就需要融入多點政府 小朋友長大 吸收多點 機會接觸 多點新的東西 OK 這個非常好 如果疫情改善 希望全球可以放寬 旅遊限制 今年可能回英國一堂 OK多謝你 到時有機會再英國見面重見 都市在曼徹斯特生活過 雖然認識的朋友也沒聯絡 但附近環境和英國地方都知道一點點 也需要 如有需要可以置領給我 OK 多謝這位網友 好正面 好正面 我亦都可以從這個 來信 給一些未來的真香港人 一個鼓勵 希望你們 放下 一個 心頭大石 盡快來 好了 最後 Overall 講講 我的Excel有什麼 我裏面有 Bank 的內容 有 賺工 我會一直增加的 另外Ada 會給我多一點的東西 只要進來看 另外Visa 有關於LOTR 其實不太適合 School 有效 House 也有說過 有些防盜的 Medical 有NHS 和IHS 即是我要付錢的 Transportation 這裏有英國GoGoWang 買保險 主義貨運 教車 舊車 車瓶 有齊 全都在 另外還有F&B 那些未有 有些 自己的選擇 不用理 另外有些 Entertainment 未填 衣食住行 沒有了 大約這麼多 今天又錄場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些什麼 記住 罵我好 讚我好 來過來MeV 下一點成本 另外記住 繼續支持我那個 音樂節目 我 接下來 100讚太容易了 開始轉了 要升級了 200讚 我錄完這次之後 要200讚 我才會有下集 因為其實 我不是說真的要 很多讚 而是說我想知道 究竟 有多少人 喜歡 我選的歌 OK 希望 在一個 這麼冷的政府 之下 我講香港 可以有一點 遠方的位置 做一點 多謝大家 希望繼續支持 拜拜 拜拜